好,寫完hello之後呢 我們就其實裡面是空的 所以我們要編輯一下 打上第一行指令 好 那其實大家習慣是寫hello word 我都習慣寫hello 好,有了,你這個程式有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切到那個資料几分 然後呢 VIR一下,你會發現 這裡有一個hello.js 沒錯 就是我們剛剛寫的那個 太下面了,就是在上面一點 這樣應該看的問題比較清楚 有一個hello.js在這裡 那這邊 程式就是這個 印出hello 這個console.log就是類似字元的print的意思 console.log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 打node 請你不要去開那個 預設的那個命令體式字元 你要開的是node.js command prompt 這樣子他才有射路徑 否則的話 你要自己射完路徑才可以用 那就用他預設 comment prompt node 然後hello 你要不要加點s呢 會不會 就這樣 所以 可以執行的程式的方法就是這樣 那當然我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var s 等於5 或者是你要不要加var都無所謂 y等於8 console.log 然後呢 s加y 那會怎麼樣呢 哈囉 13 那 各位 如果跟我一樣是那個 程式精簡主義者 那你一定會覺得每次打console.log是不是很累 寫一個東西 對 但是 不需要這麼麻煩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要記住 JavaScript裡面 函數是第一集 有什麼好處呢 函數是第一集有什麼好處呢 來 然後 直接把他做成一個方式 喔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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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JavaScript的程式能不能跑 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写的都OK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 刚刚的开根号程式把它直接写出来 先这样